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我们来给他介绍一下 这里 你看 那里就是一个就综合性的儿童的这个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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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GoGo 我是大超 欢迎来到我们全新的一个listing 111 World Wars 五房五玉3128尺 没错 又回到Madows了 怎么又来了呢 伊哥 不谦虚的讲 在Madows这个社区来讲 我们确实是这条村最亮的仔 那今天这道房子呢 我们的售价是218万8千美金 位置非常的好 它三面都没有邻居 对 那边都是公园 对 左手边公园 有没有觉得四成小时 四成小时 左手边公园 后边也是公园 没错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Let's go Let's go 你不能拍摄 我能拍摄 我可以拍摄 这个视频 我可以拍摄 我可以拍摄 OK我们进到室内之后 进来就是这么一个二层挑高这么一个玄关 这个玄关包含了很多种交通要道的功能 比如说往这边走就是去二楼的空间 然后往后面走或者一楼的主体的部分 往这边就会是它一楼的一个套房 我们现在把它布置成一个书房 来扣扣介绍一下 没错进入书房之前这里还有一个泉浴 泉浴我们采用了黑白配色的搭配 现代又简约 然后进来以后这个房间我们目前做成书房 当然它有自己步入式的衣帽间 也可以做成一个父母的一个房间 这里也很明亮 我们再带大家去客餐厅看一下 没错然后往这个通道过来之后 就是它主体的部分 过来这边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储藏的功能 我跟你讲Metals大部分户型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就是居家的这种特性 是的 然后右手边就是通往车库 你买完东西以后直接过来挪过来就到了这个厨房 没错 这个厨房的中导台应该来说是Metals的户型里边 数一数二漂亮比较大的 对对对 而且我们这个位屋主把所有的柜子全部都做到了顶 冰箱也是built-in的所以这整一套的设备我觉得应该来说是很充裕的 没错全部都升级到了应该讲这是Tor Brothers全新的一个交付 然后没有人居住和使用过 对而且我们说它是联通的加州阳光房 然后这三扇的stacking door打开以后 因为后排没有邻居采光非常的好 你是能看到后面的这个游乐园 对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在后面万一可以喊一句回家吃饭了 他就走回来 感觉这个公园是免费的 就自己家的乐园一样 没错没错 那再穿过来呢就是这个主餐厅 然后再加上这个主客厅 我这个主客厅真的尺寸很大 这里还是一个这么一个敞开式的这么open floor plan 对就是说厨房餐厅客厅这么一个构造 而且这个客厅我想说呢 整个手切尺寸非常的大 非常的方正 然后呢上面也有所有的build in的这个 环绕立体性音响都已经是嵌入式的做好了 而且呢这个客厅也配了这个三扇的这个推拉仪门 然后如果当后期的这个屋主呢 做完这个草坪啊或者一些硬铺以后呢 这个空间感会显得更大一点 没错因为后面没有邻居嘛 所以整体的感官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这个通透 而且后面其实就是这个紫色区域的 Medals的这个样板房 对我一定要来讲一下 为什么Medals现在这么受欢迎 首先它的建商Tobrather这个建商 没错 对不对Tobrather一直以豪宅建商为主 第二呢在森林湖这块的新楼盘就结束了 没有再有新的这个用地供给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新房 拎包入住的次新房 你的选择只有这里 是的 就只有这边 对然后呢第三点就要说 它的整个房产税很低 这边只有1.03%的房产税 也就是说像这一间218万8千 如果你买来自己住 每一年你的房产税的成本 就是差不多2万2的样子 这点其实很有竞争优势 因为Erban也会有一些新房 但Erban的新房大部分的持有成本 是显著高于这边 对1.4到1.8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物业费大概290块一个月 然后它离交通也很方便 241然后5号一直直通到各个的shopping center 旁边有food hair shopping center 没错 然后一些私窍我们知道的 Saint Marguerite啊 那个Fellmont啊都在附近 没错 因为我们自己在Erban大公园区域住过很长时间嘛 大公园这块真的就缺点商业配套 但这边那个Mattles这个社区 非常方便 商业配套非常成熟 对 小区的这个北门出去 直接就是Home Depot和那个Fitness Center 那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首先这套房子自己本身的位置很好 三面都没有邻居 第二它坐落的这个社区位置也非常好 那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二楼的Float Play 好 Let's go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二楼 二楼那我们只能看到的 这边还是跟楼下联通的一个两层高的这么一个调控空间 对 而且其实预留了这个灯口 你可以加漂亮的这个吊垂灯水晶吊灯 对 上来之后它的格局是这样子 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二楼的loft 二楼的一个客厅 那么还是传统来讲这可以作为家庭拼来使用 小朋友写作业啊 或者家庭一起看电视啊 是的 然后样板间当时我们看过 他是大概打了一些书柜啊书桌 他就小朋友真的在这边就学习 没错 因为他连通了三个小朋友的房间 三个套房 我的左手边有一个小朋友的套房 嗯 没错 然后右手边这边过来这边之后呢 左右双开各式一个套房 对 全部都是带自己卫生 对 所以二楼等于说总共是有四个房间 每一个大的主卧以及三个这个独立的套房 这边应该讲非常的实用 非常适合这种就是家里小朋友比较多啊 希望多一点房间 每个都自己独立空间的这么一个来使用 我们现在可以让客户带我们去主卧那边看一下 ok 经过主卧的外头呢 会有一个洗衣房 那这个洗衣房呢还会有自己独立的这个一个水槽可以洗衣服 然后这个主卧也是当时这位屋主选的时候 他增加了面积就是我身后的这个retree 正常来说这个户型如果你跟建商买的话应该是2900多尺 当你增加了这个retree以后呢 你这个面积就上3000了 那使得这个整体的这个主卧空间感更大 除了有床还有这个sitting area 那我刚才一再反复强调这套房是三面没有邻居 所以这个retree简直就是得天独厚的感觉 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天下了 就是这里也没有人看你 后背也没有人看你 没错 而且这个retree还可以作为一个小的书房来使用 是的 因为我们住了很长时间托布拉的这个户型 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主卧有这么retree一个空间的 有时候你晚上需要办公啊 你不希望蹦蹦蹦又跑楼下去 凉收收的 你希望这里摆一个办公桌 就简单能工作 刚才超哥在一楼有说嘛 就是说如果你的小朋友在这边滑滑梯啊 草坪啊 这里在玩的时候 你想叫他吃饭 一楼倒是你还要翻过墙去看他 这里你就真的是直接是凝视他了 是不是啊 喊他就过来了 没错 所以地理位置很重要 像整个Meadows这个社区 类似于像这样location好的 应该来说只有四栋 对 不多不多不多 很挑的 很挑 所以珍惜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套房上市在出售哦 后来再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卫生间 主卧的这个卫生间 双台盆的设计 然后中间的一个浴缸 然后我身后就是他步入式的这个淋浴房 一定要看一下他的瓷砖 全部是做到了顶 upgrade完毕了 那后期的屋主 唯一要做的也许就是打一下这个衣帽间 他分his and hers 两个衣帽间 这样的话男女都有自己的更换衣服的空间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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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来到后院 这个后院我真的想给他配一首歌 来吧 唱吧 春花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对 唱得不错 下次不要再唱了 反正我们想表达就是因为没有人在这边捣吃过 我想说就是其实这个就说明这是一个全新交付的房子 就是建商交付的时候呢 其实后面全部是黄土 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设计你的花园 没错 种什么样的花 种什么样的草 说明这种花园里面挖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 这位屋主跟我很熟 大概认识了二十多年 老客户是吗? OK OK 好的 没有 都三十多年了 老客户老客户 Anyway OK 那我们就是这套房了 介绍完毕了 是是是 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这套房子的Metals 非常不错的一套房子 218文8千 对 那到底最后用哪个结尾 门口也有个结尾 这里也有个结尾 It's fine 多说两面价格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好的 就搞完了 10分钟 做留一个纪念 收工 Bye